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节吸血 ese programa 请 worn on in Ihavea 《罗婦说报 权之前》 不要管左右 他一会儿你就感觉到不是这样 你会有千百种状态 没有一种是定论 修行你的心理会转变 气脉也会转 先不要定义你是怎么样的 那你转得最快 你要先说定义了 自己左右是不平和的 然后又把这个不平和 要转成平衡 然后我再给你个答案 说是不平和是不可以入地的 那你完了 这几个定义你就转 你转你很难的 没有啊 你坐在那 因为你修行就是转这些 你继续修啊 不要给他下定义啊 左右不平和只是你感觉啊 你的感觉不一定对啊 只要爱佛的方法去修 你就无分别 如如不动安住在那里 不要下定义 如如不动安住 你坐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你再看 我们总是用心去调啊 就觉得 反正也做不了地 我能不能调成 这边过这边 这边过这边 这是有违法 用这种方法一定要调 很多器官啊 很多的东西都 这种方法 你说能不能调 有时候也起作用 因为意念是有力量的嘛 对有些人的意念更厉害 但是你如果安住在那 不动如如不动 不去认知 保持觉知 不去保持绝照 不去下定义 这个调得更快 你全身放松 还就这样 保持觉知 剩下的都是幻情 包括他的不平衡 也是个幻情 一直是绝照 绝照 然后不动 然后慢慢慢慢 他自己就会调过 甚至有时候 你自己做的 身子歪的 你只要保持觉知 到以后 他自然地 就给你校正了 他自己会自发地 给你校正 有时候其实我们是 我们认为是正的 其实是歪的 你校正了 你觉得自己歪了 经常我有这种情况 他自己校正了 你觉得 好像我歪了 但是其实你本来 就是歪的 反而做做做 校正了 但是你 你让别人看 你是真的 但是你自己觉得歪了 你感觉不平衡 和你真的不平衡 是两码事 尤其说是能量不平衡 我还真找不到 做个理路砸来 解释 这个能量不平衡 做平衡 你说这边 期末不多找 这有可能 心平就行了 还是说 我觉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